3月25日,为期三天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会落下帷幕 此次年会中,中美关系成为与会者广泛关注的议题 多位中美专家发言畅谈观点 他们共同的希望是促进沟通交流,减少对立 美国专家库尔特·坎贝尔和谢树立都在分组会上回答了中美之间的合作问题 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库尔特·坎贝尔认为 虽然建设性的竞争关系会带来一定积极因素 但中美还是应该谋求合作 他表示,两国可以在扶贫等领域进行合作 而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谢树立则认为 中美应当秉持相互理解的精神 一同协商,努力推进两国关系进步 针对中美之间的分歧,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 对症下药才能药道病除 中美关系具有很大的潜力 两国之间的问题在于贸易不平衡 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找到贸易不平衡的原因 林毅夫指出,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是杀敌一千,自损八百,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做法。 那么中美之间应该如何化解摩擦呢?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·罗奇提出了四个建议。 史蒂芬认为中美双方都需要进行一些妥协, 在妥协中体现更深刻的智慧,而不是硬碰硬。